我有很嚴重的抑鬱症和強迫症 某一日我腦子開始聽到有些邪靈的聲音 進入了我的腦子 它不斷在纏繞我 每當我思想神和密想神的時候 那些邪靈的聲音就會在那裡咒罵神 它們是很恐怖的一種聲音 就是有些邪靈的聲音纏繞我和煩著我 令到我很痛苦 亦都令到我曾經懷疑過神是否離棄了我 和懷疑過神是否放棄了我的靈魂 但是我經過葉牧師多次 藉著神的手為我醫治之後 我都有很多釋放 就是我兩隻腳都震得很厲害 手又震 腦又很痛 和牙齒都會震的 葉牧師就說 這些釋放是一些聖靈的彰顯 所以這幾次我都經歷到 所以就覺得 我釋放完之後 亦都又躺下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平安 和有一種喜樂的感覺 所以我就很多謝葉牧師 今天你也有樂器了 是不是比較多? 今天也有很多戲 還有今天左腳也有震了很久 平安了和喜樂了 每當葉牧師幫我祈禱的時候 那些聲音就好像在腦裡出不來 他不停地由後面又回到這裡 就好像以前那個獅子 好像他的影像 他會慢慢地痛 但又走來走去 我知道那把聲音他想出來 但又出不來 我祈禱之後 我祈禱期間 那把聲音就不敢出聲 葉牧師跟我祈禱的時候 那把聲音就完全不敢出聲 我祈禱之後就很舒服 很喜樂 還有真的覺得有一種 輕散了的感覺 還有神直著葉牧師的嘴 說出來的說話 我也覺得帶著權柄 還有能力 每當我坐在葉牧師旁 聽他說的話 那時候我都會 我會弱氣 牙會震 還有腳都會震 有這些彰顯 今天葉牧師為兩個人按手祈禱 而沒有為我按手祈禱 我的手就搭著葉牧師的肩膀 然後我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 還有身體也有 腳也有震動 還有很多氣出來 也有少少的釋放 還有少少的彰顯 剛才的見證 我想說一個回應 就是我們知道神的工作 所以我們是依靠神 不是依靠人 這是第一 第二 不要說我不行 每個人都可以 因為有神 一方面不是依靠人 第二 不要說我不行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聽神話 都可以被提升 這樣我們就有信心 我們的問題都可以提升 不要讓那些負面的感覺 也不要有任何驕傲 不要覺得自己有什麼厲害 但我請他分享 讓大家看得到 原來神可以透過我們的說話 都大有能力 總之我們的身體周圍 也有神的能力 我們就說 神啊我真的願意給你使用 這就是我想大家有的心意 就是我們的問題一定能解決的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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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